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无意之决 对不起 接着 师兄 你给我药膏做什么 前几日 第七封主让我拿给你的 真急事 再晚点我的伤都要好了 终于干完了 腰都不是自己的了 他偷偷去哪儿啊 男神 快带我去看看 来了 要扔东西 是什么要这么悄悄地扔 这么好奇 捡上来看看 这是不是不道德啊 不过 我一直就没道德啊 摸起来这么硬 这是面具 好熟悉 哪里来的小美人 新兽 别生气嘛 你娶亲了吗 你觉得 我怎么样 滚开 你给我跳 别打脸嘛 新兽灵 不要跑 你冷静一点 滚开 我不要你管 我现在是个瞎子 这下 你再也不用怕我缠着你了 如果只不好 我把我的眼睛给你 原来早在拜师之前 我就和玄花岩有这么多过往旧情 这一次 我一定要冰释前嫌 有了这个面具 就可以感应到玄花岩 今天 一定要和他说清楚 就是这儿了 闭着眼睛 就可以感应到他 抓到了 大师兄 我都想起来了 白鹿哥哥 怎么会感应错 是等炎儿的吗 也许 他记不起来 是对的 我的愿望是 迎娶师父你 至于那个 日复一日的梦 玉恒 我们要一直在一起 就一直当场梦吧 白鹿哥哥 我 我忘了约过你一起看花岛 我刚刚 是有话想跟大师兄说 那我先回去 白鹿哥哥 对不起 梁音 没关系 二师兄 有人来了 我先走了 我真的喜欢过他吗 第七风主 他怎么眼睛红红的 梁音 你们刚刚说了什么吗 没有 二师兄 不好了 大师兄不见了 你说什么 有师弟说 在后山见过他 我们快去看看 好 二师兄 等一下 怎么了 我 我其实 司徒燕 就是他 三年前 把我眼睛差点弄下 叶尔哥哥 好久不见啊 你为什么在这里 我自然是为你而来 你什么意思 叶尔 你来说说怎么回事 三十点 他是在开玩笑吗 宗主说的没错 是我一直在骗你 不如正义 梁音哥哥 别打了 老妖婆 最该死的是你 喧哗炎 他的妖蝶觉醒了 哟 这不是我的言啊吗 心疼你的心上人了 横见阿鲁 我身更负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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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烟 你快走 你怎么了 想走 就算可以抛下玄花眼 你的白鹿哥哥 也不要了吗 什么 你这个老妖婆 哼 我倒是很想知道 如果他们俩只能活一个 你会选择谁呢 不 你 说吧 啊 啊 啊 两眼 我知道你喜欢白鹿舅舅 選他吧 啊 啊 薛华妍 妖蝶封印已被揭开 随时可以吞噬我 两天 你相信轮回转世吗 我好像记得 说过来找你 只是虽然找到了 却还是来迟了 月航 白鹿哥哥 可怎么办呢 早就回头了 我想起来了 当年 你是因为我 受了司徒燕的屈辱 从此 任何人都不见 我连一生都被你毁了 你还不放过我 师父 你这 这么说 我愿意 是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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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信 我愿意 我愿意 你不信 我愿意 我愿意 你不信 苗衣 不要 倒霉大 你还好吧 好疼 倒霉大 你没事吧 我犯下的错 太多了 怎么又出现了幻觉 送我去第五世吧 倒霉大 你不用再休息会儿吗 没事 我也不能一只一决不振 好了 和我说说第五世的主线吧 爷只知道一个叫温恒 可能是大boss 走吧 走吧 忘了告诉倒霉大 爷这一世灵力不足 不能一直跟在他身边了 这是一个神和妖怪并存的事件 我是武神神官 爱慕着同为神官的温恒 几日前 我的姐妹白婉儿告诉我 温恒与我在妖月谷相见 我复妍时 陷入了早已准备的复神阵 随即被雷击中 我勉强逃了出来 但也差点魂飞魄散 好个白脸花 你给我等着 不过当务之急 是要赶紧离开这里 男神居然一直没出现 太不靠谱了 这是 是什么花 好香 花妖 好漂亮 是谁这狠心 将它印在了这里 小美人 遇到我 算你运气好 我救了你 小美人 你是不是应该以身相许 听得好紧 啊 啊 啊 春有来人一句 青丝握住眼盖 要及时 将这寻常填满 白月朝梦残 遇恨流离光转 险未了 鸣之汉贱汉合离 贴旁 一花盏 青香拂过冰盘 人相写 共享方桥竹帘 灼灼烟 阳天 日光之陪心间 伴为天 伴为你看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